在運通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新聞 歡迎收看前進主流 今天加強股價指數下跌55點 收在8107點 那麼我想今天的下跌 可能所有人牙齒都掉下來 前天的時候指數是跌破所謂的季線 昨天又再回季線 今天季線又跌破 那麼基本上 來我們來看一下 從7月18號到今天 我只要請問各位 這個行情是標標準準的玩死人 還是你跟錯人 我在節目當中 基本上你有沒有聽過我在講均線 沒有 你有沒有聽過我在講成交量 沒有 因為最主要原因 那一些東西都不是主力作手的操作核心 我說過今天你要成為市場上面的贏家 你一定要了解主力作手的操作方式 那麼恭喜各位 我真的找到了 而且呢 如果說你每天有收看我節目 你真的不佩服主力作手真的很殘忍 我一定可以強調 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因為主力作手 他真的永遠比你早知道 就像從7月18號 7月18號到今天 然後7月份最後一個交易日 我請問各位 操作難度有沒有很高 可是藉由一個所謂主力心態 我只要請問大家 當時在7月18號 7月18號這一根所謂的黑K棒 你能預測 你能告訴我隔天會大跌133點嗎 不可能的 可是問題藉由主力心態 在7月18號那天 我會跟你預告主力心態 從紅色變成綠色 代表主力作手是空 結果講完之後 隔天直接大跌133點 同樣的你認為大跌之後 會有兩根連續性的集談嗎 基本上就我所學的軍線理論 波浪理論 我所學的阿薩布魯的理論 我絕對不認為行情會出現 連續兩天的集長 可是問題藉由一個所謂主力心態 在7月22號禮拜一的時候 當主力作手 把空單做一個所謂獲利回補 反手做多的時候 我在節目當中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 就預告完之後 預告完之後 在7月23號禮拜二的這一天 有沒有出現的一個所謂大漲 結果來到幾月幾號 來到幾月幾號 之後我在節目當中 我會跟你預告 這個行情要開始陷入了 一個所謂區間震盪 甚至於這兩天連續性的拉抬 我會跟你預告 它是個標標準準拉假的 結果講完之後 它是又震盪出現一個走跌 禮拜一行情還收在一個所謂 相對的一個低點 好 那麼昨天禮拜二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操作的啦 看到這一根禮拜一的長黑K棒 可能有很多老師會跟你講說 任何反彈都是一個所謂的空點 可是如果當你擁有主力心態 昨天早上開小高的時候 我只要請問大家 這是昨天沒錯吧 昨天開小高 你對下來 我只要請問大家 主力作手 它是做都還放空 禮拜一為什麼收最低 因為很簡單 主力心態全部都是空 盤中你看到這個盤整盤 我想說是在主底 你去買很抱歉 永遠收最低 同樣的昨天盤中看到任何 看起來好像背離摁頭要殺 很抱歉 你再怎麼空 都收最高 因為最主要原因 主力心態全部都是多 這是為什麼在昨天9點20分的時候 我告訴我的會員 要做多最主要原因 好 那麼今天跟昨天有什麼不同 看著我 證據我都幫你保留起來 其實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選擇跟一般的頭顧老師 每天不斷的凹單 凹對了算你運氣好 問題凹對只是一時 你也可以選擇 跟著我謝天謝地謝溫 我們的操作是機械化 我們的操作完全是跟著主力作手的方向 看清楚喔 昨天主力心態是多還空 是多嗎 昨天收盤的時候 鼠力現在是多 我只要請問大家 今天大盤開盤是直接跌55點 還是開盤 是開在平盤附近 看清楚 今天開盤是負0.1 等於說開盤是開平盤 可是大家開平盤的時候 第一刀往下殺 這個拉起來 這個拉起來 可能有很多老師 昨天沉迷在什麼 昨天自營商喔 買權大買 昨天外資指數期貨多單大增 可是我說過了 你今天要贏 你一定要跟主力作手 你絕對不是跟外資 看清楚喔 今天早上這刀殺下來之後 有沒有彈起來 有沒有彈起來 早上開盤的時候 即使開平盤 我只要請問各位 主力心態有沒有從紅色變成綠色 這是為什麼今天早上這一段拉起來 你選擇不斷做加碼買進 我卻告訴我的會員 主力心態有多轉空 所以說我們要利用反彈放空 我們要利用反彈放空 結果呢 看清楚 有沒有彈起來 有沒有彈起來 去買嘛 真的去買啦 真的去買啦 那我就要請問各位 你的老師 是不是一路接 這邊也接 這邊也接 為了做生意 不斷的追多 可是我只告訴我的會員 主力心態空 我沒有一路空下去 那麼當然啦 如果說你的老師 是那一種 每天不斷的摸底摸頭的 你的老師是那種 不斷凹單的 我真的很希望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們帶槍投靠的一個機會 那麼今天呢 講坦白的 我並沒有特別的一個所謂的興奮 因為今天看到宏達店跌停板 我們公司電話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麼有很多人問我說 笑是 宏達店今天跌停板 而且鎖了將近有四萬多張 他出不掉了 他問我到底該怎麼辦 是不是要再做一個補錢的狀況 可是托蘭尼 這一位股市的大師 他講的話 我三不五時 在節目當中 我就不斷跟你重複 我說你們在股票市場 犯下最不可原諒錯誤是什麼 你會設定獲利的上限 就好像你看我的節目 也許你真的有買核大 真的有買貿聯 真的有買高利 可是也許你賺個5%賺個10% 你就很高興把它賣掉 然後把錢拿去哪裡 拿去補宏達店的洞 那叫什麼 就是設定獲利的上限 卻讓你的虧損不斷的膨脹 就像我請問大家 今天 我給你保證 你從下午一路看頭顧節目 每一個人 都在罵宏達店 如果我跟一般的頭顧老師 那種小人的老師 只會打落水狗 或是呢 我每天在節目當中 只會跟你介紹強勢股 就像我請問大家 昨天有多少老師厚顏無恥 他告訴你 蘋果要推出iWatch 叫你要買藍寶石機板 去買啊 去買 真的啦 買完之後今天月風 大跌 4944的趙遠 大跌 這難道是你要的嗎 操作 我所強調是一個邏輯 你為什麼來找我 不是因為說 哇老師你長得特別帥 不是因為老師你特別漂亮 你的字特別好看 重點 我有沒有一個操作邏輯 我在節目當中 一再跟你強調 你為什麼要擁有主力心態 如果你擁有主力心態 你接不可以一大堆阿呆 不斷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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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不斷的接的時候 我是不斷的放空 如果你擁有主力心態 我只要請問大家 你做每一件事情 能不能跟我謝文恩一樣 斬丁截鐵 我說做股票真的很簡單 第一個 你要懂得周線月線的關鍵價 了解主力的一個下個月的方向 第二個 你要利用主力心態 破解主力做手的片線 為什麼我敢盤中 叫你直接來看我軟體 因為我軟體夠準阿 TPK 5月31號放空的時候 在節目當中跟你預告 你可以等到7月5號 報紙的利空出來 這是TPK的老大 知道他是誰 江朝瑞 知道齁 7月5號報紙利空出來 告訴你意外重衰 很抱歉 已經跌了230塊了 甚至於3673的TPK 我只要請問各位 我們單純就技術分析好了 這是不是個標標準準的買進訊號 只有我只要請問大家 當TPK 在反彈的過程當中 7月15號 有沒有一個老師 告訴你要尊重趨勢 有沒有一個老師還虧你 你連方向你都看不懂 柳老師 我哪知道TPK的方向 到底是多還空 很簡單阿 你把主力心態請回去嘛 這叫FTPK 3673 我請問各位 這一路以來 即使看到一根所謂的漲停板 你的紅買綠麥保證會有買進訊號 你當成就主力做手的角度 主力做手是不斷的放空 我提醒你 不只如此我只要請問各位 上個禮拜我還畫一隻鯊魚給你看 你把他當笑話 你把他當笑話 你要怎麼講 你要怎麼講 如果說再來一遍 我是那一些小人 打落水狗 落井下石 我講坦白 我跟他做更小 更不敢上節目 我只要請問大家 我們跟你講 該畫鯊魚也畫給你看 畫得這麼樣精緻 這麼漂亮 牙齒都畫給你看 告訴你 小心摸到大白上 宏達電 6月10號 跟你預告278.5放空 連續加碼放空 怎樣我就空你的宏達電 甚至於來到6月21號 跌到248.5 老師可以補了吧 我在節目當中要跟你講 手中有的你可以選擇逃幣 後果你一定要負責 我說宏達電 如果月線綠燈 你會屍骨無存 6月25號 宏達電力多出來了 很多老師 你知道嗎 這一波有多少老師 宏達電買在這邊 買在240幾塊錢 現在他不會跟你分析宏達電了 別人這樣他敢跟你分析嗎 可是有沒有一個老師 是一路以來不斷跟你講 叫你不要買宏達電 千萬不要買 你跟我講說 你手中有宏達電 你要鬧自殺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之前3月份 全力做多油田 連續加碼7次 4月份做多光群雷射 5月份做多零通 每一檔股票都在驗證了 看清楚喔 看清楚喔 你的老師埋在這邊對不對 對不對 我告訴你啦 你手中有宏達電 TBK的 你再聽清楚 你可以放 在那邊給它爛掉 沒有關係 我之前就跟你報告過了 這兩檔股票 未來後果 你絕對是沒有辦法承擔的 當時 我可以跟很多頭顧老師一模一樣 跟你講說 哎呀這邊要上去了 WD 我卻告訴你 這不叫出量止跌 這就是很難止跌 因為它越線綠燈 你想知道產業的願景 我們跟你預告 我們跟你預告 行銷費用大增 毛利率會再衰退 你今天不是等到人家法說會完 之後變法會啊 你叫我怎麼不激動 我還跟你報告 Nokia股價只有3.93美元 Nokia歷史高點是233 我在講美元喔 USD 之後跌到1.6美元 我告訴你 電子的股王 落難 你只要小心 第二月底跟你預告 宏達電 月線綠燈 看清楚 來到7月8號 這7月8號 老婆 照價價格189塊錢 我說你是街道手軟 我說我是空到根本不想補 我還告訴你 你在擺爛 沒關係 後果 你會無法想像 之後看著反彈 畫圖給你看 7月19號 報紙利空出來了 麥格里坎 宏達電目標價到92塊錢 很抱歉 278.5 告訴你放空 當時已經跌到163 總共跌了115 更重要的重心跟重點 我只要請問各位 看清楚喔 7月19號 這天 7月19號 麥格里 調降平衡 對不對 他說 宏達電今年 預估的EPS 4.51 我只要請問各位 我們告訴你 它的margin一路衰退 4.51 太樂觀 甚至於7月23號 宏達電漲停板 我告訴你 200塊 回不去了 來到了7月25號 宏達電 又一根所謂的漲停板 有多少老師跟你講 行程下降卸行 你為什麼要去找那些 程度比幼稚園 都還不足的人 我們跟你預告 碟森不是最大的利多 碟森就是最大的右空 我只要請問各位 我只要請問各位 這一路以來 這一路以來 我在堅持什麼 主力星太空 外加月線綠燈 看清楚 老婆 麻煩一下 你在等法說會的利多 我還打問號給你 我說月線綠燈 外加主力星太空 很難 老師 今天可乘為什麼跌停 真的啦 求求你把重播帶調出來看 可乘主力星太空 從紅色變綠色 當時我放空TBK的時候 我只告訴你一件事情 未來 不管包括友達 奇美店 他們都要做觸控面板 觸控面板 未來會有消價競爭 我放空紅達店的時候 我告訴你 毛利不斷的衰退 我告訴你 4.51的預估值太樂觀了 同樣的 可乘 我看空的時候 我在前面當中 我給你報告 我說 中國比亞迪低價 搶單 主力星太空 不 主力在放空都不知道 當時可乘149塊錢 今天2474可乘 129塊錢 爆大量對不對 正一正之後還會再破底 還會再破底 股海沉淪 你有沒有想過你為什麼賺不到錢 因為你只會做電子股 我老闆你常跟我講 我入這一行第一天 我老闆就跟我講 最好做電子股 電子股 投資朋友不要認同 為什麼 報紙打開 全部都是電子股的利多或利空 盤中節目想想看 上個禮拜二 禮拜四 宏達電掌停板 有多少頭顧老師 一定要在盤中節目當中 跟你講低檔背離 我還虧你們 我說你們人生只懂低檔背離嗎 我們告訴你換股市唯一的王道 好 Tesla 看清楚這叫茂連 這叫茂連 該跟你講的基本面轉虧為盈 Tesla大跌的時候跟你講電動車是未來趨勢 告訴你雙B也要做電動車 有沒有看到今天新聞 B&W要推出最新的I3 是不是告訴你電動車就是未來的趨勢 為什麼要跟我做很簡單 我敢連續加碼 我敢一路跟你追蹤 甚至於7月19號 茂連幾乎殺到跌停板 我只要告訴你 一般老師他不會跟你講茂連 跟你講說茂連不排除開始修正 我在節目當中我告訴你我家要不要買進 我在堅持什麼 我在堅持什麼 茂連 宏達店 我們跟你報告過 7月24號的時候 當時宏達店的本益比高達39倍 茂連本益比16倍 聰明的你 我們跟你講兩家的股價到底誰比較高 誰比較低 茂連漲一倍 范先生他今天一直很想來跟我一起上節目 他也很想分享他的一個所謂經驗 他說謝老師 他宏達店你知道嗎 買了287塊錢 我278.5他買10張喔 我請他反手放空 他只空個5張 宏達店 有強迫回補的問題 所以說宏達店我們一張的空單 只賺了90塊錢 他空5張賺了45萬 他把資金 另外一半的資金 還有宏達店賺錢的錢 拿去買茂連 你知道差距差多多嗎 如果宏達店他死都不出 我跟你講他老婆 他跟我講說老婆一定跟他離婚 他在股票市場已經輸了太多錢 可是藉由我們的換股 茂連賺了111萬 再加上宏達店45萬 總共賺了150幾萬 這些成功的模式 但是真的可以複製在你身上 重點你要有多空雙向的本事啊 我還是一再跟你強調 誰是市場上最讚的 在我的定義裡面 很簡單 我宏達店放空 TPK放空 我有跟你預告 跟你報告 茂連 高利 核大 台辦 做多 我有跟你報告 你會得到完整驗證 現在不是管8月份月線到底是紅單是綠單 重點你要懂得換股 我告訴你喔 我再給你們一次機會 宏達店 你以為跌完了嗎 才剛開始要跌 它的下跌 你是絕對沒有辦法承受的 你想了解宏達店TPK到底該怎麼樣操作的 廣告時間 包括可乘都一模一樣 廣告時間 你電話一定要想盡辦法撥通 好 今天茂連跌停板 核大也大跌 這兩檔股票 還有宏達店 到底該怎麼看 下一節我會給你唯一而且斬釘幾個答案 新莊富東新旁聚播造陣計劃 建立大台北水岸公園 中紫陽重劃區林檔指標 預約兩年後的容景 专注让华信投顾 投资观点加倍清晰 我们一向拥有 掌握重要投资的强力经验 包括股票 期货 选择权 皆能以绝佳专注力 建立投资优势 再因为拥有强大的投资团队 及专业知识 无论是多元投资策略 我们就能提供独到的投资建议 以最佳洞察力捕捉最新资讯 这个球播制服专线 02392 3988 2392 3988 谢天谢地团队的坚持与承诺 一 事先规划大盘指数 拼其推演 预告支撑压力与关键价 二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颜色停损 三 节目公开告知股票 会员手中一定持有 绝不供伪餐 四 会员持股集中 绝不超过无党 请追击02392 3988 专业诚信负责 华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动气盘式策略宣布 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 助生线02392 3988 头痛 请用预分猪 吹起贴 请用起贴 无分猪 无分猪 净够好 理财周刊 赢家日报 让您掌握当日股市动向 火线强股及每日盘式分析 为庆祝理财周刊周年庆 即日起至8月15日止 开放来电索取免费体验赢家日报 索取专线0223926680 数量有限要强要快哦 今天不是说看到宏达电大跌 或TPK大跌 我就应该要特别的红声啦 红声啦 可是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你为什么不想尽办法拥有主力心态 或拥有我的抠讯 当时TPK我在5月31号 594块给你预告放抠 红达电278块钱 6月10号我给你预告放空 结果你完全得到验证 好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冒联也是跌停板 红达电也是跌停板 我给你一个非常完整的答案 看清楚哦 主力心态多 这是冒联吗 跌停板 月线红达电压回机会 红达电主力心态空 月线绿灯 我这边再跟你报告一遍 它才刚开始要跌而已 很简单嘛 主力不是只会放空红达电 不会做多红达电好不好 当时在6月3号的时候 6月3号之前主力红达电是做多的 之后主力心态空 这为什么 我说红买绿卖的时代 真的已经完全无效了 你如果有主力心态 你会笨到去跟主力作手对坐吗 好啊 你说老师 那汽车股到底能不能买 来我就举例核大 核大今天跌了3.66% 没错吧 跌了1.4% 我先给你看一下东西 来 这档股票在前几天节目当中 我再给你报告 我说这档股票突如其来的击杀 主力心态多 代表是个飙飙准准的右空 我还告诉你 我们来做个超级比一比 你想知道是哪一支吗 你想知道哪一支吗 You want the truth 你想知道事实 You can't handle the truth 你想知道是不是 打不放大 71.3% 这叫高丽 不是第一次给你介绍 当时来宾给你介绍还记得吧 还记得吧 所以说你认为核大 来1536核大 主力心态多月线红灯是要做多来放空 是要做多来放空 8996高丽 人家凭什么创新高 主力心态多吗 主力心态多吗 来不及是不是 好 时间不够 来再一遍 我已经帮你找到了 茂莲 第二 我再讲一遍 我这一个人 我在节目当中 每天介绍你一堂大股的股票 昨天不是还很多老师在跟你介绍建汉 哇因为昨天为什么 因为建汉昨天他是一根所谓的红K棒 我在节目当中有没有再跟你强调 我说你千万不要买电子股 今天金电 金电也是破线 你们都没有看到 你们都没有看到 你要等到主力心态 看主力心态甘愿吗 主力心态全部都空 今天金电破线要正常 这一档股票主力心态 连续已经吃货 三个多月时间 继续看下去喔 如果我们回过来看一下技术现行 今天突破下切 好像当时的茂莲 好像当时60块的茂莲喔 我认为这家公司 他比茂莲更有潜力 为什么 如果你有在看大股东的结构 茂莲其实这波大股东也没赚到 大股东持股才10%而已 才10%而已嘛 所以说大股东也没赚到 这家公司大股东持股 30.51% 我 再告诉大家最后一次 今天反败为胜 它是有一个所谓的方法 茂莲第二 我已经帮你 准备好了 我已经帮你锁定好了 重点 你要拿出你的一个所谓行动力 这档股票 不好意思 不是电动车 不是电动车 也不是电子股 这档股票你只要能掌握它 那进场的机会我告诉你 你在宏达店 在TPK 输的钱 你完全 都能赚回来 我还是老话一句 你很怕选错老师吗 想清楚我有哪些特点 而这些特点 是一般的投顾老师 他所 不能具备的 欢迎你好好把握 好好把握 我们带枪投靠的一个机会 前三名 我们在家 主力超白命运时空转折的课程 让你学会如何去判断 茂莲的买点 让你学会去找到宏达的空点 有兴趣感恩电话黄先生 拨通电话进来做完整下群 由于节目时间关系 先到这里 最后 明天超市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理财周刊13岁生日咯 多项优惠开炮 快与我们同乐吧 由命运大师开广加持财运卡 特价368元 古丹花金由提炼开运香水 也只要988元 组合特价下刹1188 还送特刊及当刊一本哦 并购专线0223926680 或上里周网站查询 头痛 请用欲分猪 吹记贴 请用欲听五分猪 五分猪 快够好 专注让华信投顾 投资观点加倍清晰 我们一向拥有掌握重要投资的强力经验 包括股票 期货 选择权 皆能以绝佳专注力建立投资优势 再因为拥有强大的投资团队及专业知识 不论是多元投资策略 我们就能提供独到的投资建议 以最佳洞察力捕捉最新资讯 这个球播制服专线02-2392-3988 2392-3988 谢天谢地团队的坚持与承诺 一 事先规划大盘指数 拼其推演 预告支撑 压力与关键价 二 保证待尽一定待出 颜色停损 三 节目公开告知股票 会员手中一定持有 绝不供伪餐 四 会员持股集中 绝不超过五党 请推荐线02-2392-3988 专业诚信负责 华新头顾清纯掌握台股